加6块钱兄弟们 三星又过了 谢谢824 824挺支持我的真的 824之前也不送礼物的 后来玩那个什么的 跟我玩那个 WK玩叫他砸那小画家 玩他才开始输出的这样 上周也跟我刷了不少 上周砸那个砸那个 报了2000块钱的礼物这样 收麻了吃夜宵们 没有收麻 YS兄弟来了 还差6块钱 过三星兄弟们 有半卡的撇上半卡呗 谢谢你们 没有收麻呀 晚风的一天天的收麻了 收个鬼的收麻了一天天的 天天都那么收麻了 以后周末都不怕了吗 我也不知道吧 只能说慢慢来慢慢的 人越来越多呗 就稳定一些呗 表弟那时候好玩吗 好玩归好玩吗 谢谢我们824的办卡 谢谢 三星过了兄弟们 四星终于开始了 你知道为啥跟表弟一块好玩吗 因为那个时候钱多 你知道吧 赚的多 824兄弟谢谢啊 就是我一个月给他给个几千块钱工资 我没压力 你知道吧 你现在你说把表弟带过来一块补 一个月最少给人几千 你就打个笔吧 白嫖我五年了嘛 你牛逼 你就打个笔 一个月给人个四千块钱 对不对 四千块钱 你一天就得支出一个一百三 是不是 就表弟的工资就一百三 一百三 你买菜要花个一百多 这就差不多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 你得收多少飞机啊 你就得收十个飞机 你才能够把这个坑给填了 是不是 然后你再 你再 你再租个房子 对不对 加钱三百多块钱 是不是 你一天你收十来个飞机 你才能够把这本回了 你才能说开始挣钱 但是那哪可能每天一来了 开波就收十来个飞机呢 不现实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问 不敢带着表弟去做 没办法 你知道吧 有钱挣的时候 可能挣得多的时候呢 对吧 一个月给个好几千都无所谓 也不差那钱 你现在不稳定了 你不可能那么少去玩 你知道吧 罗子肯定不敢招啊 对吧 几年前真的 那个时候不一样的嘛 那个时候人多 加上刷礼物的也多 大家都有钱 你知道吧 这个刷那刷 天天歌好呀 好久不见 你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刷 你就比较简单 你知道吧 这个时候他不是说 大家都在刷 好多人他不消费 你知道吧 他不愿意消费 你知道吧 对 所以说我自己都 我自己拨 我都觉得不太稳定 所以说我不敢去找谁一块合作 我宁愿自己拨 自己拨 我赚的少点 赚少点 对吧 赚的多点 让我开心点 是不是 那不就那样吧 阿拉斯加你好呀 也不是说没有刷的氛围了 刷的氛围也有 就大家刷 大家都会刷 知道吧 这个人刷了 那个人也会刷 大家都会消费 16年 17年 看你那会儿 你还在学校吗 对呀 你那时候都在上学呢 签约主公 没有什么基本工资的 没有 我个基本工资 筹个毛呀 筹 你一点都不筹 对吧 没有什么基本工资的 我点外卖去啊 点外卖 将那哥们给我带包烟上来 把没烟抽了 我的烟快抽完了 刚跟大哥连过来 不连了 不连了 连过来就行 点个啥呢 九哥你还需要啥东西啊 买个牙膏吧 好吧 买个牙膏 买个牙膏 然后叫他帮我那啥 我操 这这黑人牙膏 卖这么贵啊 这外卖是真贵 90克的牙膏 卖十几块钱 这你妈黑 太黑了 我觉得每一团外卖是真贵 说实话 工资等着 他会发的 他说会发的 可能那几天的礼物也不多 知道吧 那几天本来就没几个钱 那几天收的本来就少 你知道吧 九哥 我再买个板袋回来吧 干脆好吧 买个板袋 九哥 九哥明儿来了 可以做方便一点呗 是吧 我再买个板袋吧 九哥 买个 我看看 那天我买的板袋 是哪个店来着呢 凳子 我那天买了个凳子来着 我记得 我做的这个呀 高三十厘米 那应该就是这个 对 买一个这个 再买一个钢丝球呗 然后 叫他再帮我带一个那个过来 叫他帮我再带班 带班那个什么的 带班 带班 咽上来 刚好合适 不用九哥坐你腿上呀 那他瞄的一天 九哥坐我腿上干嘛 一天天 那花里胡哨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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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九哥嘛 二百来斤 我得坐死我呀 哈哈 九哥你多少斤呀 啊 你你你多重啊 九哥 再用个美团卷 你看看 三二块钱 我就是买了一大堆的美团卷 买了十张 码的慢慢用 你不打算整个大点的桌子呀 桌子不需要 我们两个人在桌子够了 你又不吃太多东西 桌子是够了 欢迎你停留啊 别爱你好 我们两个人吃在桌子够了呀 在往中间一挪 两个碗摆着对吧 煮一大锅 我两个就吃了呀 买桌子 你还得去匹配板蛋 你知道吧 我这大碗上买不到桌子 你知道吧 我二百嘛 那你多少斤吧 哈哈哈哈 安宝宝你好 兄弟们四星任务开始了 有飞机火箭的帮帮帮顶点四星 好吧 谢谢你们 帮帮值点任务呗 兄弟们啊 帮帮过着任务呀 谢谢 过着四星 明儿个谁又也来了 对吧 明儿个又能开心了 又能大家一块吹牛逼了 86逛车卡叫过来 等他过来一块玩 你真是二百斤呀 我操 那我在凳子能够承受 能够承受你的重量吗 我坐在这凳子 这凳子能不能行呀 你会不会给他压爆了呀 我操 我这一百三十多斤 我坐在这凳子刚好合适 我坐在这凳子刚好合适 你会不会压爆了呀 我操 我俩没见过 没见过 九哥看我很久了 但是他从来没来吃过我的饭 知道吧 然后最近我不是复播了吗 复播之后 他说 他说我想吃你做的饭 知道吧 这样 我点包烟了 等会儿 我叫他帮我买个东西 买个东西 预期 二三的 我 回头 再 给你个 红包 谢谢啊 等会儿 我跟那骑手说 一下他帮我带包烟 还那个用户350兄弟啊 无所谓 你好 TD来了 我又买了个凳子 九哥 够你做了 我给你带了我们这儿的烟嘛 好 九哥 没问题呀 得 来 喝酒 九二三三 你好 给你一个 饱腿飞 谢谢啊 这大哥挺逗的 妈的 我叫他帮我带包东西 买包烟二十三的 我说回头再给你个红包 他给我回个 哦 九哥也想带 飞机不行吗 可以拖运 你可以带你自个儿喝的 白酒 你带自个儿喝的可以 那没啥毛病 那没啥问题 你可以带个白酒 那把你自个儿喝 我又不会喝白酒 我是看你喝呗 或者你跟八六两个喝呗 他们家酒都是几十年的老酒 知道吧 就是存在家里存了很久的那种 陈锋的 以前顿顿波龙帝王蟹造了不早吗 大哥 我以前你知道我最多的一个月 坏不了的 你知道我最多的一个月 我买了多少钱的食材吗 我以前最多一个人买吃 才花了三万二兄弟 帝王蟹直接把批量进购 十只 十五只的买 那时候家里买了一个大的那种冰柜 就冻在里面 他妈天天地往下 天天波斯的龙下 就那么吃 那个时候不差钱 你知道吧 你就每天你做再多的食材 你做再贵的食材 你照样这帮哥们依旧给你送礼物 他依旧给你耍 你知道吧 所以说为他那会儿挣钱容易的 我那个月一共挣了三万五千块钱 我买了三万二的食材 后来我不敢那么干的 因为我觉得妈那么干的太亏了 你知道吧 就是他妈的每月下来 就是妈合着吃了喝了 结果B钱没挣到 你知道吧 所以为啥我现在直播 我永远不会去做什么太好的食材 我觉得我怕我今天可能我做了 我甚至连本都没回 我自己亏钱 你知道吧 不划算 收麻个鬼呀 收麻 对 我吃的好不好 就是等于你们刷的多不多 你们刷的多 我肯定吃好的 真的 我这人对节目比较那啥 真的 反正每天我挣钱了 我就把节目做的越来越好 真的 所以你们有能力那多刷点 帮我顶个刺青呗 有飞机火箭的帮帮撇点啊 谢谢你们的 我这连飞机都没收一个 真的 收了个钻粉 收了十张半卡 晚上收了一个水晶鞋子呀 真的 欢迎ZZ呀 我吃的好 他们看的开心 你知道吧 他们看的爽 他们喜欢 你知道吧 蓝哥哥来了 人嘛 终究像你们大半夜饿的 也想看嘛 是不是 也想看好吃的嘛 你说不看好吃的 看个灯啊 曾经有一天 三星没过 第二天就面条了嘛 曾经有一天三星没过 第二天就吃面条了 先吃十一个月的图 最后一个月 让你吃得好的 他弟弟是个爹的那娃娃 刷了火箭没啊 你说哪一个呀 没有 没刷火箭 刷个鬼的火箭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不是坐三十一楼吗 喝点风也可以啊 那不是灯吗 环球水 耐心你好呀 你来干嘛呢 我今天没出去玩 又来陪着我 陪我吹牛逼 我们斗鱼的插尾跟我说 那老王你最近 拨的挺好的呀 挺努力的 天天都在拨 我都没见你休息的 我说妈呢 你扣我再多点 我的妈拨二十四个小时 我说我好惨嘛 我说我收个飞机 妈你们斗鱼拿一半 工会还得抽个百分之十五二十 你妈个逼的 我还得自个儿 讲个个人所得税 剩下的妈才是我的 他老王你挺努力的呀 最近嘎嘎补 待会我赶紧四五点了 还在补 我说你多扣我点 一飞机就给我一块钱 两块钱 我24小时都不停补 我天天是补 我被你们打工算了 一天天的 这逼懒子 天天妈就想着坑我的钱 这帮狗懒子 想着都生气 是不是 斗鱼一天天的 满老子想着坑主门 如何坑主门 主播前坑了 他就开心 他就快乐 不当人 来 请你们吃桌梯兄弟们 大桌梯子 快服请他老爷 浩哥哥你好 RNY兄弟好 斗鱼要不扣那么多 其实我每天应该也能挣不少 扣得少点 你想我一天过个吃心 对吧 过个吃心 下来我一天还要够五六百 六七百块钱 对不对 多爽呢 是不是 扣那么多 扣着扣着谁接受得了 他又想牛干活 又不想给牛吃草 这逼懒子 花紧时间 每次去就你一个了 都被封了 听他们说今天 吴静被封了 刺儿也被封了 都被封了 每次去天就我一个人 温海大叔也没播了 都没播了 传奇刚才欧逼我嘛 欧逼我干啥呀 听我吹牛逼呗 他们干嘛呢 不知道他们的 被封了 国际浪呗 乱聊天呗 对吧 晚风你在干嘛呢 这晚风到底是谁呀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对呀 你一个月收个五万礼物 到时候一万多 刨去成本 其实挺少的 说实话不赌 我知道吧 不赌 真不赌 就是能够 能够过个生活 就是能够挣点小钱 知道吧 但你不会是挣个大钱 像现在斗鱼 你要能够一个月 挣个三五万 那不太可能 选 特别选 以前斗鱼呢 你说 你一个月挣个三五万 挺容易的 真的 大嘎容易 对 关键现在 因为你收五万多礼物 是真累啊 你不好收 你知道吧 真不好收 你不可能天天让人知吗 对不对 有大哥的时候呢 我都不让我们直播 你这帮哥们刷 我说你们早刷点 留点 留点 等到明天大哥没来了 大家一起帮忙 过过任务 挺好的 没大哥的时候 就得靠这帮兄弟 就得割他们 割他们我不痛啊 我也痛的嘛 是不是 你像八二四 他确实能给我支持 但我根本就不知道 八二四 他的收入到底多不多 我不知道他做啥的 他到底一月能挣多少钱 就是我割着 我自己也害怕 把他割伤了 你知道吧 我把他割伤了之后 人家以后也不刷了 也不支持了 你知道吧 很多哥们 我都得考虑着割 我这人是有心的 我不会说他妈的 我天天就钉死了 哥 八二四 宽宽刷 宽宽刷 对吧 那不现实的呀 所以为什么 我希望大家去消费呢 你每个人消费 一个飞机 对吧 它就很简单 就很容易 大家都不痛 大家都不会说 我花了多少钱 不会说 我今儿花了一千两千 我今儿刷个五块 刷个十块 刷个五十一百 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生活 不受啥影响 相当于 请你抽包烟了 就这么简单 大家也不痛 那我认为 也很好过 你知道吧 你说天天的 就轮着那几个割 对吧 天天就八二四呀 八二四呀 对吧 NOO呀 那谁吃谁呀 对吧 天天就这么割 你怎么把韭菜 根都拔了 那怎么还有个 卵子的韭菜 长得出来个灯啊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我不希望 就是说去割 单独的去割 那几个人 就大家群体消费 就有那么 有那么几十个人 每天在人 刷个十块二十 对吧 对生活没啥影响 就说 请你抽包烟 没啥问题 是不是 就这么着刷着 大家的氛围也好 大家都不累 你知道吧 你把人家割累了 人家玩个淡淡味 是不是 那人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人家觉得 玩不动了呀 老王妈天天歌舞 一进直播间 就让我刷飞机火箭的 对吧 一进直播间 让我刷个五六百 七八百的 那时间久了 他也顶不住呀 可能我能支持你 一个一天两天 偶尔你拉的时候呢 我支持一下可以 那我不可能说 我天天都那么支持你 你说一月 如果每天你刷个一千 你一月得刷个三万呢 兄弟 对不对 对 这样大哥太多了 玩几位看透就不玩了 所以说你永远不能说 盯着那么一两人 两三人去搁 知道吧 那是不太可能的 兄弟 那不现实 你知道吧 你他不然 人家还是人的吗 人赚钱也不容易 他们这点钱 不也是喝点啤酒啊 做生意啥的对吧 签合同啊 这个呢 人家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 人家钱也不是 大风刮来的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 我不爱指着一个人 磕呢 你像余爹那种 他体量不一样 就是人家动不动 一月挣个几十万的人 就是他天天刷 一天刷个一万块钱 他都 无所谓 你知道吧 就是你不会把他割伤 他不会痛 有的哥们你割多了 容易把他割痛 你知道吧 晒黑 你这哥们就随着 没心没肺的 你不一样 知道吧 不刷开除吗 那不刷是你的事情啊 这玩意又不是说 刷礼物必须消费 对不对 谁说看直播 必须消费啊 对不对 那用花呗送礼物 那是啥逼 那脑子有问题 真的 你但凡你正常点 你不自己说吗 贷款去刷礼物呀 不影响生活 你可以送 你别跟个脑瘫似的 你一天天 那妈借着花呗 这玩去刷 对不对 那属于是啥逼 合理养育嘛 我就花呗给你刷了 你放屁 你刚去对面刷的 你套你个猴子 你花呗 当然你花呗 你快变成无尽了吗 不会的 扯桌子聊天嘛 无所谓的 我这不天 这帮人就喜欢扯桌子 你扯啥都行 知道吧 想扯啥扯啥 你花呗都刷爆了呀 你花呗都刷爆了 真的假的呀 我这不天 以前和小和 他是真那会儿 用花呗跟我刷 我刚开始不知道 你知道吧 和他真用花呗去刷 你知道吧 就说看我那段任务没过 知道吧 他真用花呗去给你刷 今晚他吃了啥 猪体 红焖猪体 无尽一天 直播内容都离不开礼物嘛 为啥呢 因为他想收礼物 想过任何物呗 对吧 无尽礼物应该还可以吧 我也不知道他的 但是他今天被封了 听他们说 今天串也被封了 无尽也被封了 也不知道啥情况 三十多岁的还没有信用卡 花呗是一类消费的东西嘛 你是生活过得好 不需要这些 无尽现在脸皮超厚嘛 真的呀 现在脸皮超厚 还说他约赠三十万嘛 你说无尽吧 他还可以 他毕竟 他们北京那边都有钱嘛 对吧 人手一套房子 一套房子几百万上千万的 这帮哥们刷个火箭超火 对于他们来说 没啥影响 真的 真没啥影响 他那圈子不一样 群体不一样 知道吧 我很少遇到北京的人送礼物 北京人比较抱团 就是他会给当地的人去消费 他不爱去外面的地方去消费 你知道吧 北京人 对他们那圈子不一样 知道吧 他就喜欢在他那圈子里玩 从这圈子出去了 他就不想玩 你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为啥 搞不懂 你看 我播了这么多年了呀 就是我收购 北京人消费的礼物呀 真比较少 很少 不骗你 上海的都多一些 上海啊 浙江啊 广州啊 深圳啊 福建的 可能这一带的人都相对来说会多威胁 但是北京很少 真的很少 他们那边人会 所以就像你们说的嘛 有点就属于是就是 比较高人一等的感觉 知道吧 重庆在斗鱼应该没啥吐好吧 有啊 我总榜第一就是重庆的呀 四川 像我们当地成都的大哥也多 但是成都的消费氛围属于是慢节奏 就是他不爱去把钱花语打赏上面 也会打赏 他会去打赏给女主播 男主播不怎么打赏 重庆那帮哥们呢 他还喝酒 就是他喝了酒都会上头 他会比较仗义 知道吧 他会去消费 我遇到好几个在重庆那边的 刷礼物比较阔绰 跟他一月挣个一万两万 到我能给你飘火箭 这样 我真的能给你刷火箭 但他也不是特别有钱 但他就能给你刷 他舍得 他就觉得两兄弟之前 就是开心 就是快乐 就这种感觉 也像博豪对吧 博豪他就重庆的呀 他是在日本留学的嘛 回来了 加上里达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富有吧 但是他有点钱 他就会来给我消费 他真的能耍 这样 他舍得 而且好面子 特别好面子 就像来你直播间 他觉得不爽 他过不去 他心里觉得不舒服 你知道吧 你家里有点底子 但是他家里不是特别有钱 因为他爸妈是属于是离婚的 离婚了之后呢 他妈妈又嫁给了一个 新找了一个后爹嘛 这样 有钱没钱我也不知道 他的家庭 我不是很了解 我只是了解了 一丢丢这样 一丢丢 但是他还舍得 项目家 总榜第一嘛 也是重庆的 那大哥 就是每次来我直播间 就是最少都刷个一万块钱 最少 就只要他来 他来了 从来没有低于过 给我少刷的 最少一万 就多的时候 可能就五六万 上十万的刷 走啊 就是他也不图你啥 他也不会说 你因为你是个男的 或是个女的 他说我就喜欢听老王吹点牛逼 他说我觉得你吹点牛逼 我心里就舒服 我就开心 我就高兴 他这比妹子来得更舒服 他属于是精神消费 他我一个月在那逼钱 就给老王送 吹九亮真心 今天也来给我送礼物了呀 那大哥是武汉的 干工程的 属于是 倒腾工程的这样 就是他有 他能够找到需要工程的 然后能够花钱 卖给你 怎么样的 是赚中年商差价的 上半年比较忙 今天来我直播间 砸了一些小花架 没砸出来就走了 他说下半年才有空看直播 上半年事情太多了 知道吧 绑一消失了呀 不知道为啥呀 绑一突然就失踪了 电话也打不通了 完了发微信也不回了 朋友圈也屏蔽了这样 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那再黑你呀 一天那你听那别的去呗 你还不是天天 储子听我吹牛逼这话说的 那能给你吹点啥呢 一天你也嫌弃呢 哥们 麻了麻了收麻了呀 他们要自信才刚开始呢 一天收麻了 收个鬼的 收麻了就个 每天两小时后面 你们能背出来吗 我乱聊呗 有时候讲着鬼故事啊 瞎聊呗 聊到啥就聊啥 瞎就把聊 大开付博了 有小号博的 网易刷了四十五六万吧 接近五十万吧 三个月 三个月 两三天三四天来一次 三个月 三个月刷了几十万 挺牛逼的 他有一天晚上给一个女主播 刷了可能有十万块钱 我也没羡慕 也没说大哥去别人那刷了 我不开心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 他就到我这部间来了 哐哐咋 给我刷了十二万 搞不懂 真挺牛逼的 我刚刚大哥打了 PK了 输了 打不过他 我操 他家有大哥 打不过 真的 我家大哥也很多 真的 真的很多 就玩直播 他不会一直玩 就玩一下 就撤了 玩一下就撤了 知道吗 对 没有永久的大哥 对 确实是 没让你PK 都羡慕哭了 放着大腿 喊大哥过来刷 我把英雷那代人家刷的时候 别人都觉得 这是不是经纪公司 大家都在问 是不是经纪公司 但那真的不是经纪公司 真的就真心白意 刷了四万多五万 简单 你去砸一手 看能不能出一个呗 看能不能出一个呗 这是事情刚开始 要不你搂个飞机吧 就别砸了 有飞机 搂个飞机算了 网易没住校 浩海在 没住校 还是在的 他说我打电话 他不接了 你知道吧 就是关机了 这样 我寻思呢 可能生意做大了 知道吧 生意做大了 可能出问题了 一下就出问题了 你知道吧 这样 我估计啊 完了给我吓走了呀 你刷个飞机吧 刷个飞机比较辣 吃一个飞机吧 就别砸了 真的 这个飞机 我一会儿再叫他们吃点 吃点咱把事情过了 得了 啥玩对你吓走了 一定的这话说 对你吓走了 对你吓走了 那不至于好吧 我这么好的时候 我也不叫你们啊 对不对 对你吓走了 对 可能大哥刷礼物的钱 可能真的就是 不剩干净 知道吧 就是也许一夜之间的大哥 就蒸发了 就出问题了 你知道吧 那谁知道呢 他反正经常那会儿叫我 他说老王 他说你空了来我 来重庆呗 他说 他说你来重庆找我呗 这样 他说你来了 我给你安排 我告诉你 我那时候想给我爸买 辆代步车子 老王 结果你知道那大哥说啥吗 他说 我说老王我忘了 我想起来 我还有一家4S店这样 简单中立 谢谢你的飞机啊 谢谢谢谢 破费了兄弟 他说我想起来 我还有一家4S店 你知道吧 他说要不老王 你空了到我店里去看看 他说你看 有没有喜欢的这样 他说有喜欢的 你整一辆回去 就不用钱 你知道吧 就不要你钱 我送你一辆 你知道吗 我没敢要 你知道吧 他那会儿叫我 去重庆找他 知道吧 然后当天是 当天是那个 安墨西跟表弟 到重庆去了 我就跟他发消息 我那大哥说 我说我表弟去重庆去了 老王你来了没啊 来了我全部给你安排好 来了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知道吧 然后呢 我没去 他说表弟来啊 他说你来了跟我说 我这样 他对我特别喜欢 他对我身边的人不感兴趣 你知道吧 我有一天就喝了两瓶啤酒 他说呀 酒量可以啊 两瓶啤酒喝了吗 六个小时 然后他跟我刷了十一万多那天 十一万多 搞不懂真的 所以说有时候你真的无法理解这帮大哥他心中想的啥 你知道吧 斗鱼有很多都出问题了 有很多大哥刷的多的都出问题了 爆出太多的那种了 知道吧 就是很多灰色的钱 兄弟们 你们可能觉得这帮大哥是真大哥 很多大哥都出问题了 你知道吧 你看似是一个大哥 很多的那么罗用公款 或怎样去消费的哥们 哪有那么多大哥呀 男人那么多他妈真金白银天天狂狂吃的呀 对不对 你看那刷他妈几千万的 言辞去那个不也出问题了吗 对不对 但可能真的一夜报复 一夜就破产了 有的人 一夜就没了 酱油你好兄弟 欢迎酱油啊 发言了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九哥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我套你猴子的 别打电话呀 我直播呢 我扎毛尿去啊 简单线你的飞机啊 我干嘛 喝点酒 他妈尿好多呀 我操 哎 哎 总哥你会坐飞机吗 哎 你别明天做丢了呀 兄弟 你别做丢了呀 你给我发了啥 我看看等会儿啊 这么飞机 大概小号叫啥呀 哦 我给你发房间号呗 微信不坦 我不知道为啥 我是苹果手机很傻逼 微信到了 他不坦 你知道吧 你别到时候坐错飞机了呀 你问我八百遍了吗 我才看到 我看到你微信才看到的 他九哥明天过来找我 知道吧 七七四十九来了呀 他明天过来找我 我跟他发了地址 我你往那走 到时候我接你这样 他明天从那个 就明天晚上吧 从那个河南那边飞过来 从河南飞到 飞到这里来找我 他看我很久了 想来找我吃个饭 知道吧 那就行 你别做错了就行 反正东西 我给你准备好了 三叔公嘛 我知道这个人 知道 你现在也在河南吗 真的吗 他就在河南 他从河南飞过来 知道吧 你要不要来吗 我给他准备了 浴巾 拖鞋 洗面奶 刮毛刀 还有啥呢 还有一箱纸 还给你买了床单 被套所有的东西 连洗头用的吹风机 我都给你买了 然后沐浴乳 压膏 洗头膏 我才给你准备了 全是新的 你来了 用就行了 你老小子 以后有钱了 要不跟我送这礼物 我打死你 真的 他没有了个咪呢 我说对你多好呀 洗衣服也有 啥都有 知道吧 你也要去吗 你来呗 欢迎沐上 你好呀 将就你好 反正我啥都给你准备了 你明儿来了 来了你 没有方便 等一下我开个门啊 那我不可能中途跑路的 我咋没有天天播 我咋可能跑路吧 我都拉胯了 一箱子都背了 讲那么多 我没讲到关键的东西 他没动力啊 啥是关键的东西啊 就是给他买点玩具呗 给你整点娃娃呗 放心叶子没的问题吗 什么叶子没的问题呀 欢迎那个电影也好呀 小瑜家背后上市公司 旺仔集团吗 很有实力吗 有实力 别人不看我们呀 对不对 那谁看我们呢 有钱有实力 大哥都在言之去输着 谁每次看你每次去呀 人家要么户外 要么这个那个 知道吧 石头哥来了 石头哥谢谢呀 1314兄弟好 石头哥昨儿没看到你 对吧 石头哥 你是刚下班吗 还怎么样啊 小瑜家旺仔集团吗 不知道 这些大哥都有身价的吧 我也不知道这帮大哥干啥的 具体不是很了解 有的知道 有的不知道 我不爱研究这帮大哥 我就喜欢跟这些 普通的兄弟们相处 普通的兄弟相处 不累知道吧 你这辈子没上过门 不好意思呀 或者石头哥你太行了 石头哥你能帮我撇个飞机吗 今天事情刚开始 顺便帮我打个周磅呗 我这事情刚开始 你有的话可以帮我顶个飞机 玩刚那个哥们也顶了一个 大家一起帮忙支一个 过个事情就行了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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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又给你买了一板凳 电话摇人了嘛 没有外卖 给九哥买了一凳子嘛 你看他来的好做 九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好玩意儿 这房子是租的 给你买了个这个 妈个病 我给你买了一个钢丝球 我给你放那儿啊 真的你看我一买了一个钢丝球知道吧 你这破坏我的白表 白表棕子呀 帮我顶一个吧 帮我顶一个吧 顶一个就行了不用顶多了 就是你老弟比较拉知道吧 过个任务这样 过个任务 老王挣了四百万肯定有的呀 没有四百万 明儿买点好吃的呗 明儿买点好吃的 我应该在斗鱼应该挣的钱 估计你算吧 建峰哥来了 建峰哥谢谢 我一共可能收了有个七百来万的礼物吧 七百来万的礼物 斗鱼堆半撇 工会抽的 个碎嚼的 可能到我手里有个二百来万知道吧 欢笑小诚啊 二百来万呢 谢九哥呀 二百来万你买食材就花了几十万的嘛 这样 然后加上广告呀乱七八糟的 我估摸着呀 我估摸着我在斗鱼 估计就挣了个二百来万这样 我估摸着呀 就是感觉吧 就这么多 但是具体多少呢 我也不清楚 我自个儿从来不算 我自个儿挣多少钱或怎样 我就有钱该花我就花这样 我从来不算账 我估计就个二百来万吧 但是也估计没挣太多知道吧 反正就二百来万 可能也不到二百来万 因为花销也挺多的 你想那会儿直播什么房租啊 水电啊 什么烟啊 酒啊对吧 调料啊材料啊 直播的东西啊 乱七八糟下来 其实也没啥钱 我跟表弟没啥播过 我跟表弟其实播的时间很短 我跟表弟播那会儿没挣钱 你知道吧 16年我跟表弟播的时候 人气最高 但是那时候没挣钱 后来表弟跟我分开了 我就框框挣钱 后来那会儿表弟又回来 又回来 又回来我又拉了 又没挣钱 又分开了 又走了 走了之后我才又挣钱的 我也不知道为啥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食材费 如果只算直播食材费的话 我估计得有个 六七十万吧这样 六七十万 我最多的 一晚上买食材都花了 一万一千多 接近一万二吧这样 最多的一天 真的我跟我表弟 反正一块儿住 我就是不挣钱 欢食斗军 实话实说 我自个儿播就是有钱挣 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你看我每一次我都自个儿播的时候 我就礼物框框多 是不是 就是我再拉都有哥们站出来支持我 就是能活得下去反正 但是确实也播了很多年了 你想我二十三岁来斗鱼嘛 现在三十岁了呀 对不对 我等我合同到期就三十二岁了呀 对不对 火锅一月卖几万单吗 没有我卖火锅卖亏了 知道吧 我跟表弟一起卖火锅卖的特别 特别亏 因为当时我们卖了三个多月火锅 然后最后人家那边店钱的就厂商嘛 我先拿货后面再回款嘛 结果后来人家一算账我还欠人家四万九千八 我操 我就卖了三日火锅 后来我不卖那么亏完了 我操 嗯 十三花的多 因为那会加上请谁又请的多 你知道吧 我那会一年差不多得请谁又吃饭 可能三百六十五天 请谁又就得有个二百 二百多天这样 你们以前看过我的应该都知道呀 我老爱请谁又吃饭了 知道吧 不是细节没做好是都搁 那个时候卖火锅经常送 你知道吧 就比如直播间一哥们儿送个飞机了 我就给人送两盒 两盒火锅成本三十来块钱 加点油费可能就四十块钱这样 然后有的送火箭呢 我就给人家送一箱 加上那会儿 谁我来玩都是随便拿随便吃这样 你知道吧 反正到后来不知道为啥 我也没管那账 表弟在管那账 管着管着反正后来就亏了知道吧 亏了我就索性不卖了 妈的我卖个锤子买不卖了 懒得卖了 我妈卖个火锅 你逼毛钱没挣你说他妈的 到最后还欠了四万多 我说不卖了 卖锤子卖这样 我每一算账这东西都不是交给我来处理 知道吧 表弟处理这个 我不管这东西的 我只管卖 我只管直播这样 知道吧 反正到后来一算账 亏成懒子了 你知道吧 所以后来为啥我说不卖了 卖个灯卖 还不如把我坐那吹牛逼 收那飞机火箭呢 是不是 我四川成都的兄弟 四川成都的 反正是亏了 反正就是亏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亏了 反正就是亏了 所以未来后来我又一个人直播呢 对不对 和你坐得近的真的好 支个火箭嘎嘎趁饭嘛 鑫河到我这吃饭的时候 都没花啥钱 你知道吧 暖色的风老乡你好呀 鑫河到我这吃饭 鑫河一共就跟我送过一两千块钱礼物 鑫河都吃了几百顿了 我给他介绍个媳妇 两个结婚了对不对 还给他生了两双模胎女儿呢 这些都是亏的 反正又不知道 不会算账你知道吧 不会计算你知道吧 不会计算 石头哥你帮我支个飞机呗 这事情还没过呢 记忆你有的话也可以帮帮支个飞机呗 大家有的都帮帮支个飞机吧 晚风也可以支一个吧 晚上大家都帮帮顶个飞机 帮帮帮把那个事情先过一过吧 谢谢你们 本质本质最大赢家是吴信河 你是送亏的呀 不是卖亏的呀 送的多 但也在卖知道吧 还有两块五毛钱 没事冲点吧 冲点冲点 冲点 冲点 大家顶点过个私心吧 你也刷个飞机吧 支一个吧 不支多吧 今天比较拉 你们大家一个人顶一个呗 是不是不用顶多了吗 我好的也不搁你们 是不是 824也被我搁了 简单也被我搁了 对不对 我都对他们出手了 就你们这几个还没出手呢 都支一个吧 简单支一个 十多个支一个 玩那个 那个谁呢 玩那个 晚风也可以支一个 你们三个人吃了 这事情不就差不多了吗 我抽味烟啊 抽味烟 824兄弟 抽味烟 你今天吃的啥呀 824 我买了一包 买了一包 玉西 九哥说明儿来跟我带烟过来 谢谢 都哥 谢谢 他明儿过来跟我带烟 带他们荷兰的烟 买了一包这个 给我今晚够抽了 我一个人抽烟抽的也不多 全送你了嘛 别嘛 冲点吧 冲点冲点冲点 现在一个月到手肯定没有两万啊 兄弟 现在一个月咋可能到手两万嘛 河南必须得死去嘛 我不知道他们荷兰抽啥烟 反正他们回头跟我带过来 潮水潮州卤水鹅嘛 哦这样 你天天吃好的我发现 天天又烧烤呀 吃什么卤水鹅呀 这个那个的 哈哈哈 你是过年才回去嘛 不是丫头 猪蹄啊 红焖猪蹄 红焖猪蹄 节目效果非常大于表弟大于星河呀 对 大飞节目效果是真不错 但是这个人呢 有一说一啊 我架不住他真的 真架不住他 这两口就吃不下了呀 我吃得下 我吃得好多了 真的 大飞节目效果不好 有一说一 但是大飞这人嘛 不适合合作 他比较自私 他没有那种合作的契约精神 知道吧 他没这种感觉 你知道吧 大飞家也有很多大哥 他劝不出来 你知道吧 劝不出来 他大哥不给他刷 像昨天那余爹进来给我刷了八个火箭 对吧 我二余爹说啥呢 他老王大飞情商太低了 我想给他送礼物的 他说他情商太低了 不想给他送 然后到我这他给我送的 知道吧 我也搞不懂 他智商高 情商低 知道吧 有的人不喜欢 看他的人多 但是大多都相当于耍猴一样 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就是纯看节目效果 像耍猴你知道吧 就是耍猴 就是觉得天尔哥开心快乐 就过一天就醒了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他没有什么所谓的 真正的走心 让大哥跟他往朋友方向去触 我就很喜欢把直播间观众 当成朋友的方向去触 就是有机会大家一块吃个饭呢 喝个酒啊 吹个牛逼啊 知道吧 就这种感觉 大飞也在学串直播 玩那个花饭也在学串直播 还有那个那个叫谁呢 那个那个什么黑呢 小黑亮亮对吧 也在学串直播 都在学串直播 对他比较自私 你想我跟他播两月对吧 播两月礼物钱 我一分都没给我 就是没有契约精神 就是他只想自己 你知道吧 他不想别人 所以跟他玩太累了 不想跟他玩 小黑也是呀 咱们几个都这样 九哥来了 我为什么这帮人会给我送呢 因为他觉得跟我送 能跟我出个朋友 不说多了 你哪天你来我这 我真可以请你吃个饭 对不对 我也不会说扣扣收收的 爷爷来了 你来我这我请你吃个饭 吹个牛逼对吧 你像那天那大哥找我帮忙 对吧 那大哥说老王你能帮我找到这个烟吗 我就给那大哥发朋友圈 直播间到处号召 然后让浙江的兄弟帮忙买 然后第二天就帮那大哥把事情给办成了 人大哥就挺开心 你知道吧 他就愿意来支持 你知道吧 找完那哥们洗脑壳嘛 我给你洗个鬼的脑壳 你味道要刷飞机了吗 我倒你个猴子 洗脑壳 那不至于知道吧 阳光力群嘛 对浙江的就是很老的力群 我给你看图嘛 我帮他找到了200多块钱一条呢 老贵了知道吧 但是大哥挺开心的 一千块钱就这个烟 这个 红栗知道吧 很老的老栗群 烟嘴是花的那种知道吧 我搞半天才给他找到你知道吧 玩人大哥就那啥的 大哥就匡康给我送礼物呗 你这咋这么多烟啊 九哥我操 大万一他不去烟店去买烟去了 你们这咋这么多烟啊 哦这是买的吗 朋友圈的吗 我操 这是啥烟 外烟的吗 不好抽那烟 200多一条 买不到那烟 那烟挺惨了 你知道吧 那大哥就情怀 他就想抽那烟 你让他抽何天下 他不抽 他不喜欢你知道吧 鞋子不卖现在回头再说吧 我问了好几个 直播间有个小姐姐 去给我找了十几个便利店 都没买到知道吧 有一个哥们刚好给我买到 老王在这别断播了 我牌子都掉光了呀 好不断播不断播西城 牌子都掉光了 耶啊 你赶紧帮我顶一个呗 啊 记忆可乐也可以帮我顶一个嘛 玩那个石头哥帮我顶一个呗 帮我顶个飞机嘛 顶个飞机 今儿比较拉过个任务吧 谢谢你们呗 来 你二十几牌子都掉霉了呀 二十几牌子都掉霉了 对烟厂不生产就不好搞 知道吧 所以说我把他搞了很久才搞到的 我找了多少人啊 发朋友圈到处问知道吧 你他妈得陪我呀 哈哈哈哈 三十一楼兄弟 三十一楼 空气清新 飞机会影响生活 听你的不能影响生活 你别一天这样 你吃一个又不多 是不是 吃一个我都过个四星 光头你好 我看不到直播间人数 我不知道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还有英雄老公比较乐观嘛 剩下几个老屌毛 每次直播哭一次卖个惨嘛 三十一楼没有噪音 什么都没有 没有噪音 但是 怎么说呢 坐高层比较危险 我觉得 我那天下电梯 从十八楼 哐的就掉到十四楼去了 妈的下楼一跳 我觉得住高层 你又不能爬楼梯 就是地震来了 你就别跑知道吧 你们那儿和气身材还挺好的呀 对我觉得和气身材挺好的 说实话 有一说一啊 我不喜欢搞那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简简单单的对吧 大家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还能挣钱大家一块挣 蛮好的呀 搞那么累干嘛呀 你要是大家出来 还不是为了挣个逼钱吗 对不对 那为个啥呢 那你不能说 出来直播 他们要的就为了个开心吧 我自己做的咋可能是买的呀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那哪可能呢 你感觉十楼左右差不多 你不告诉你 你在做的顶头地震来了 你都别动了真的 你在这儿处着 兄弟们 对不对 你跑个灯啊 你跑一天的 你上哪跑呀 对不对 这里要再放点黄豆就更好了嘛 这样嘛 为啥要放黄豆呢 我们那儿没这种吃法 一般你红焖猪蹄 就直接焖猪蹄 就这么着做 对吧 做出来就这样 就是还可以知道的吧 还不错 帅气您好 多点了呀 一点三起还早 黄豆焖猪里边 成都到处都有啊 它那个不是红焖的嘛 它那个是烧的的嘛 我这是红焖的 应该是清淡的嘛 清淡的 不一样 高层楼有啥跑的 一下就挖出来了呀 哈哈哈哈 一下就挖出来了 哈哈哈哈 还不当人 那那是烧菜 对对对那是烧菜 烧菜也好吃 但泽波剑兄弟不爱看 他爱看红的 知道吧 你们江浙户就喜欢放着黄豆 软软的豆子最好吃 好这么好吃吗 你是哪个地儿的啊 这都哥 陆飞是服务器的嘛 服务器 爷爷你别把话题扯偏了 你先给我支个飞机 你是苏州的呀 我操你又是苏州的呀 那不是黄豆是雪豆吗 雪豆是炖菜的 黄豆是烧菜的 两个用法不一样 雪豆需要炖很久 才能炖烂 比较硬着吧 那玩意儿 年王再辣子的吧 回去找你有果盘吗 有 去刷嘛 有 回头我有乱七八糟的 发给你行吧 真的不 谢谢太周全师 回头我收到乱七八糟的说爹发了 我就转发给你 对对对 雪豆炖出的叫做蹄花汤 海带雪豆一起炖 我们成都的蹄花汤好吃 真的特别好吃 嘎嘎嘎嘎 广西人说话真好听啊 各个都人才啊 广西人说话贼斗真的 我每次去买个菜给你乐都不行 你知道吧 他讲话有种口音你知道吧 你又学不来的一种口音 他就是不一样的口音 很怪你知道吧 但是很搞笑真的 真的搞笑 但是我学不来他那个话 你知道吧 他有点说话不一样反正 嗯 广西有鬼火少年 前段时间抓了二百多个 两三天前吧 骑那个摩托车 反正就那种感觉 就我被割了呀 麻了麻了 没有夜夜也会送的 夜夜 来吧 啊 广西人才志向嘛 有机会我带你去户外 好吧 反正讲话你会觉得特别好玩 真的 对他妈好玩 七月你去过西藏 路过藏的味道 可欢迎吧 可以 没问题的 四周哥 没问题 随时欢迎 随时欢迎 我这儿从不拒绝谁有 想来随时过来就行了 好吧 反正来刷个飞机就行了 你要愿意呢 你们要有能力的也可以送火箭 对吧 来了别的我报不了啊 吃喝拉撒住 没啥问题这样 我们这儿烟特色给你带上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来玩就行了 不用带啥东西 来玩就行了 你去成都啊 你哥们在成都定居了 开了两家美容院吧 这样吧 直播间我也不知道哪地方人最多吧 保镖哥哥来了 保镖哥哥好 最近欧冠赢了没赢啊 啊 石头哥你到时候来就行了 路过了 你跟我支一声 提前一两天跟我说 想吃啥你跟我说 我给你做 没啥毛病 哦 还会让我去玩 没时间去嘛 哦 怎么着 不然送来到新花子的烟给你啊 行呀 用你这话就够了 放心吧 我从来不拒绝水油的 明天就要来一个水油 我给你看看嘛 石头哥 我给你投授吧 来我带你看看 我给我们家一个河南的兄弟明天到我这儿 看看给他准备了啥吧 明天到我这儿来 干嘛 干嘛 干买了拖鞋 干买了牙膏 干买了洗面奶 干买了剃刀 是刮毛的 玩瓶巾 玩一包纸 还给他买了床单被套 四件套 明天到 明天白天就到 但我哪知道一箱子他咋用呢 反正我都给他准备了 冰箱里还有很多酒啊什么的 都给他准备了 这纸巾到位的呀 必须到位对不对 来玩肯定要给他准备到位嘛 是不是 你说他们要好不容易来一趟 啥都没准备空闹闹的 那玩个蛋蛋玩是吧 那么多纸你团购的是送的纸吗 不是我就买的 买了一大堆 哈哈哈哈 妹子没准备 准备个灯的妹子呀 反正吃的喝的都给他准备就行了 对不对啊 陈子大大你好 记得多关照一下 别玩的太虚嘛 对我觉得 我直播间来的所有人也好 这么多年了呀 包括星河呀小钟呀 86呀 很多现实见过面了就出成朋友了这样 你像上次我直播间的人找我借钱 对吧 欢迎我们家冬早 冬早来了 找我借钱我就跟星河说一声 我说星河你那有多少 我说我现在手里没钱 谢谢我们家冬早 谢谢 谢冬早的火箭呢 你什么时候抽了个火箭呢 谢冬早小姐姐的大火箭 谢谢 你是看我好多年了吗 我知道这头哥 好多年了 谢冬早的大火箭呢 你啥时候有火箭呢 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跟星河说我了一声 我说你这有多少钱 他说我现在卡里一共有七万块钱这样 然后呢 我说你给我转过来 我改车还给你 他就转给我 我立马就转给水油了 就借给水油了 然后过了一个星期 我就把我车卖了 卖了还给星河 这是出成朋友了 你知道吧 所以石头哥你来我这放心呀 满了才出吗 他们不说满了出两个吗 你过去运气不好真的 斗鱼太黑了 斗鱼太黑了 没有三脚在 所以说我就赶紧把车卖了 然后就把钱还给星河了 水油那儿呢 我就他牵着我 知道吧 但是一直也没还 我们家有几个水油 都是不敢跟我见面 他说老汪你在直播上 人太好了 现在还是直接送划算吗 我也觉得 确实是 你亏了多少呀 关系再好不会开在口嘛 没毛病呀 石头哥 石头哥我只是说一下 意思就是说不用太担心 我这个人跟直播上有啥差距 直播啥样 我线下就啥样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说 我只不见这帮哥们来我这儿处着处着就处成了朋友了这样 欢迎那个小熊啊 你像NRO看我好多年了 他就一直没来找我 他老汪我害怕 他说我不敢去找你 我说为啥呢 他说我怕我去找你了之后 他说如果你线下跟线上不一样 当我心中会有个很强的落差感 他说我会很不开心 我说你来就行了 我说你别担心这样 我说我线上线下都一样 然后本来说20年就来找我的 他说我后来退余了没播了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说那我空的时候我去找你这样 你要86跟我也是谁有嘛 然后去他家里 他家别墅 每次我要去提前跟他说一声 他就把房间准备出来收拾 船老王你来了随便住 想吃啥我请你吃啥这样 就出成朋友了你知道吧 成儿没有了吗好像 你昨儿就没成儿 我感觉斗鱼就是坑知道吧嘎嘎坑 我说石头哥你太醒了真的 你这是啥东西啊 我知道了 网上带对吗 我靠你有这么多额度呀 我说天哪你这个额度太恐怖了吧 他在额度17万3 然后房产的额度预计198万 石头哥 没那些事情 我们在一块就简单的吃喝就行了 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好吧 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没毛病啊 石头哥 没毛病 谢谢我们家冬枣 谢谢冬枣以后别抽了真的 以后想刷直接刷就行了别抽了 你今天又睡不着了 你天天都失眠天天都睡不着 没关系我陪你 我陪你聊天 不开心我陪你吹牛 好吧 别的做不到 但是陪你们还是可以的 陪你们聊聊天还是可以的 心里没那么多事情吧 压力别那么大 如果你来我们这边 线下可以招待你嘛 谢谢 谢谢 慢慢散开就好了嘛 对 每次看看直播嘛 放松一下心情这样 我刚吃了嘛 住这儿没动过 我都吃了三土了刚刚 这腻的嘛 到后边越吃越腻知道吧 听老王吹牛就很舒服嘛 对他们很喜欢听我吹吹牛聊聊天 听我讲话没啥压力 我也不会给你们什么压力的 也不会说疯狂的干你们韭菜 或怎样的对吧 我每天 也没啥要求 每天过个自信 我就挺开心的 你们 反正简单的支持一下就行了 刷是飞机啥的对吧 不用刷太多 你活这么大的 没吃过这么的猪体吧 对你怕长瘦 瘦的时候就90多斤这样 感觉油腻嘛 不女孩都爱吃嘛 因为在脚院蛋白的嘛 从事吃了就对皮肤好的嘛 对啊 石头哥 你七月到时候你路过的时候 你提前跟我发微信 来了呢 我给你安排就行了好吧 来了想吃啥 给你做啥就行了 我现在好好直播 也没啥压力了 慢慢播就行了 好好的就行了 你看那是小姐姐 小姐姐不爱吃这些 你也是吗 我觉得单纯一点比较好 搞得太复杂就太累了真的 单纯一点简单一点比较好 搞复杂的很麻烦真的 越复杂越麻烦 简简单单的比啥都强 对吧 你跟我一样长不胖吗 我今天长肉了好吧 我都长了吃多斤了 人就是说好听的就太好了 说难听的就天真嘛 哎管他了吧 人嘛就那样做就行了 我也懒得去研究有的没的了 我觉得自己过得舒服就行 可能因为我进社会比较早 所以说我人比较圆滑 就是他们说你身上 没啥可挑的毛病 就是让人觉得可能不真实 你知道吧 很多人都这么说 他说你身上真的没啥毛病 你一让我挑你毛病 真的挑不出来 他说你真是太圆滑了 这圆滑的让人觉得害怕 让人觉得不敢跟你接触 说畏惧走吧 但是呢 人就这样 可能进社会进的比较早吧 所有东西都会 因为吃过亏了之后 所以说 所有东西都能接受吧 这样 可能经历过社会的毒达吧 这样 你的目标保持一百亿就好吗 就是有一点点肉对吗 就行了 我吃饭呢 聊天呢 直播呢 兄弟干啥一天呢 能干啥呢 那 还不做点吹牛逼吗 该经历也好呀 我文化本来就低 文化不高 我初中都没毕业 等等 我初中 我初中 几门加起来 一共就考了 208分 然后完了 呃 职业学校 念了一年半 就被开除了 文化比较低 真的 但是社会阅历比较足 那你会聊天吗 对 会聊天是因为我妈本来话就度我 我妈就属于是话特别多的人 但是我现下其实我话也挺少的 真的 我现下我也不爱说话 可能我不直播的时候呀 真的不爱讲话 不想讲话 就觉得自己讲太多了 你知道吧 但是我一直播我就想讲话 就觉得不讲不舒服 对 直播你不讲话就冷场了 所以以前我刚开始直播那会儿 都没弹幕你知道吧 自己编弹幕自己回自己自己聊这样 就那么编着编着编着编了一两月吧 后来直播间的就越来越多了 然后慢慢就好起来就这样 你们看我很多年的应该知道呀 那个时候真的没弹幕 就是很少的弹幕也没人陪我说话 我就自己在那聊自己自己在那编 知道吧 我在学校睡妹子开除的吗 没有我以前上高中上那个直高的时候 中专嘛 别人上学去了我就我没有在国宝待过 我一直都在这平台 别人上学去了我到网吧去坐着 别人放学了我就回家了 就一直这样 持续了一个月吧 老师说你家孩子管不了了 他赶紧领回去吧这样就给我开除了 15岁就开始上班了 15岁去理发店去工作 工作了一年 然后又去西餐厅上了半年 然后再当服务员到了几个月 然后去工地上班上了半年 然后KTV去当服务员 然后又去 我相信还做过啥呀 嗯做带练 开工作室 反正做的工作也挺多的这样 啥工作都做了我知道吧 周星驰你是你喜欢的偶像吗 我也是我特别喜欢周星驰 我KTV待过呀 还跟人拉过皮条 就接上去发传单 看到漂亮的妹子 就找人家过来当小蜜蜂 那时候都还小才十几岁 都不到十八岁 谢谢 我特别喜欢周星驰真的 我人生中看的第一个电影 就是周星驰的功夫 人生中第一个 对 我也不觉得他长得帅或怎样 所以说很多喜欢周星驰的 觉得周星驰是新爷这样 太搞笑了 我真的特别喜欢他 周星驰这辈子都没出过对象 以前我都出的一个对象 那对象好像是后来结婚了嘛 后来出什么生病了还怎么样 人不在了 他就特别惋惜嘛 我觉得周星驰很帅真的 出过几个嘛 反正听他们说好像是一直没出对象这样 这一直真的又幽默真的 我觉得他太有才华了 我记得他拍的那个大话稀有 当时在电影院重新上市 重新上映对吧 就大家都说欠薪也一张门票嘛 卧槽 就那重复播放到电影院看的人 都是一大堆我告你 太搞笑了 真的 你那年代不上学的 本都学修车 就是卖车卖房子 学的更多是手艺 雕刻跟玉雕嘛 国际的地方不一样 因为你在苏州对吧 石头哥 你知道为什么 你应该明白那个叫做书工吧 对吧 有一个这个词 就是新疆的和田玉 雕刻 他们都得去请书工 就是苏州的雕刻的人 大师 雕出来了之后 那个东西在值钱 哎 欢迎那个爸爸抱我呀 你好 哈喽 我说没用没法修车塔吊这些嘛 塔吊修车我没学过 因为我不喜欢修车 我觉得修车太脏了 我不喜欢 我爸让我去修车 也让我去开挖机 我不去 我不喜欢干那个 我爸妈就是很传统的家庭 特别传统 我爸爸就上班的 一个月几千块钱工资的那种 所以说 当时八六 八六去过我家嘛 就是他也见过我 爸见过我妈 他说你跟你家里人完全不一样 我说为啥呢 他说真的不像 他说你是你家族里的一个异类 他说你看你家族里所有的人都特别传统 而你就永远想的是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挣钱 比如说你开带练工作室 或者你去搞直播这样 周静止我觉得人品挺好的好吧 人品挺好的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 你有个同学就在搞预调 后来06年07年在北京开工艺品 现在几个目标的资产了吧 对啊 你们输工挺牛逼的嘛 朱英就是被王金毁了嘛 朱英很美啊 朱英好美啊真的 你看那个紫霞仙子对吧 好美啊真的 我觉得朱英是真漂亮 好他妈漂亮啊真的 朱英是真好看 他那个笑的一瞬间 心都化了真的 对吧 朱英是真漂亮说实话 好漂亮我觉得那女孩太漂亮了 太美了 你要说其他的可能我没那么喜欢 但是朱英我是觉得真好看 是真喜欢 春子三娘好看吗 欢迎BB啊 帐号你好 团灵灯吗 挺自然的嘛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阿伦长得很好看呢 不是阿伦二科 一个叫周二科 你们听过吗 就斗鱼上的 一个女主播唱歌的 我就特别喜欢周二科 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很单纯很清纯真的 看着就让人觉得好好看真的 冯提摸阿伦呢 或者其他的 我是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周二科特别好看 好美啊 我觉得他那么美 就是很简单的美 让你觉得那个美就是刻在心底的那种 知道吧 但是很多兄弟不喜欢周二科 你们喜欢性感的嘛 穿黑色的嘛 或者跳舞的 怎样的对吧 那我就不喜欢 我喜欢周二科 我觉得周二科好看 嗯周二科好看 真的好看 老美了 二科一个想加入豪门的女人而已嘛 但是二科他自身来说呀 他挣的钱也不少 真的 等等 他签约费也挺多的 天天想着吃着锅 你还是吃着锅盘嘛 那放屁哪吃锅盘了呀 你不觉得他好看吧 对啊 可能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嘛 对吧 等于很美的 可能就那个小米嘛 米儿嘛 米儿嘛 米儿漂亮 米儿也挺漂亮的 说实话 真的挺漂亮的 爷爷你不是跟我刷飞机吗 我还差四百余次 你没有飞机的帮帮子 帮帮帮过个世心好吗 插一丢丢兄弟们 说错了 春三十娘吧 你也觉得米儿 米儿也漂亮 真的漂亮 嘎嘎漂亮 真的漂亮 那妹子让人看得很心动 你知道吧 让人很有保护欲 你知道吧 女流是那个北大的高考状元 好吧 内蒙古高考状元 她是北大的还是清华的来着呀 她是哪个名校的来着 清华嘛 但文化老高了好吧 你喜欢高元元那种长相大气的吗 清华本科北大硕士是吧 对她是高材生好吧 那个文化太高了 那个女流 但人家确实直播干的也成功 说实话 确实也挺牛逼的 有一说一啊 挺厉害的 你要找个这样的妹子 出对象我高 你的压力会特别特别的大 非常非常大 真的 压力会很大 太累了 你知道吧 特别累 非常累 累到让人顶不住 你知道吧 石头哥 回头你要来 你跟我那啥呀 提前给我发消息 啊 好吧 西瓜妹妹和我大 真的呀 西瓜妹妹太胖了 那我顶不住那几百斤 好吧 你看大雅也好看吧 马来西亚薰衣草也好看 没毛病啊 石头哥 没毛病 反正到时候你提前跟我说就行了 好吧 小问题 他一屁股坐死你呀 我觉得太胖了 西瓜妹妹好 胖了 基本二百多斤好 我吓人啊 你看我这个身材 对吧 他一屁股不得整死我呀 哈哈哈 迷你更好嘛 迷你那时候露点了的嘛 对不对 赵雅之你曾经的梦中女神 哈哈哈 你现在结婚了没结婚啊 石头哥啊 我之前女朋友也不错呀 华东师范大学嘛 酒吧玩要要吗 哎 你真的有一个高学历的对象 长得漂亮的对象 你出去好有面子呀 真的 嘎嘎有面子好吧 老有面子了 真的 你们不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 你有个高文化高学历 然后长得有漂亮的女朋友 真的 你出去我搞 你带她出去吃饭 特有面子 好 你女儿都会做饭了嘛 好的你 石头哥你属于是人生赢家 人生赢家 人生赢家 可以刷个飞机了 人生赢家 哈哈哈 韩说你好 我家小孩上幼儿园 上幼儿园 快上小学了 我老早就结婚了 23岁就结婚了 我当时结婚是直播结的婚吧 好早了 当时直播结婚收了好多礼物 好多人送礼物 虽然我当时还不是一个大主播 但是老多人耍了真的 欢迎谁谁好 别问一段段 我给你聊事情 那你问一下 离了没离 逼懒子 别问这些 不想聊 别问 现在好多女主人屁股 八六的简子都黑吗 哈哈哈 反正好了 行了知道了 你一点点满脑子就想再玩 你满脑子就只有那些事情 贴定的女粉就想上了呀 为啥呢 我直播间的女生 说真的呀 我直播间这帮女孩 我还从来 一个都没有跟她们怎么样过 真的 我直播间这帮女孩 好多都挺漂亮的呀 但是我对她们就是 朋友嘛 一起玩嘛 这样 腻了就啃根黄瓜 你们买了很黄瓜 黄瓜坏了不能吃了 黄瓜坏了 那坏了 啃黄瓜一天的 黄瓜那大哥叫我买的 老王你买二十根黄瓜 让我给你送火箭这样 我第二天就买了黄瓜 买了之后她也没跟我送火箭 那喵的 土豪肯定看不上女主播呀 你说白了在工作说出去不好听的嘛 对不对 你说别人问你 你对象干啥工作的呀 我对象做女主播的 对不对 普通的家庭可能觉得无所谓 对吧 都能接受 但是豪门有钱的家庭 他就不一样了 他就接受不了这东西 啊他做女主播的这样他不行 几乎就这样不行 如果说米儿也无所谓啊 为啥呢 他会觉得 在家里人会觉得不太好 朋友啊什么的也会觉得不太好 知道吧 我朝当年东莞查的严了之后 一个月时间 女主播斗鱼上直接翻了个背 你知道吧 米儿没播了 雕毛小姐姐没播了 没播了 随着身材又好 长得又很可爱的那种 知道吧 反正我觉得老好看了 我很喜欢 但是只是单纯的看看 我连一分钱礼物都没给他送过 一分都没刷过 哈哈哈哈 欢迎雪龙舞鸡啊 艾薰薰薰光源你好 嗯他们说米儿被包了 对很多人在说这个事情 但是我不确定啊 不了解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对不对 那也许人家就单纯的跟一个大哥出对象了 奔赴人生了 对不对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去了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呀 那人嘛都有情有爱嘛 那你说女主播他也有情也有爱啊 是不是 我觉得跟大哥出对象这个不能说是他的不对啊 我觉得跟大哥出对象哪有不对呢 兄弟你这个理就没对你知道吧 如果他跟大哥出对象两人结婚了 对不对 我觉得很正常的一种行为啊 这有啥呢 一个女孩子终究他有一个归宿的嘛 他也得有个家的嘛 那你说人家跟大哥出对象咋了呀 是不是 也不能说女主播不单纯 就是有的女主播确实不单纯 只是单纯的比较少而已 可能一百个里面有那么两三个属于是比较好的女孩 大多数可能都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知道吧 你问他赚钱来的太容易了太简单了 一个月赚钱框框赚框框赚是不是 一个月七八万十多万的赚 几十万的赚 二九三你好呀 而且像女主播跟大哥出对象我觉得也挺正常的 就是确实那大哥也守护着他呗 对他好呗 经常给他送礼物 玩又给他带来关心 感觉那大哥就像光一样在照亮他的人生 对吧 他可能就会觉得很不错呀 女主播感动了就沦陷了呗 女孩跟男孩又不一样 女孩容易感动的嘛 所以他感动的方式不一样 是花钱去感动的 但是你正常世界里面 那很多也是需要花钱的呀 你跟对象出去吃个饭 那么也得花个几百块嘛 是不是 你不也得给他买礼物嘛 我现在没有六十万收入一年 对就把这种给了钱把你当铠子 爷爷 你又来了 冲了没冲呀 你赶紧帮我吃点吧 我自信就差四个飞机了 你吃一个就差三个了 玩石头哥再吃一个就只差两个了 对不对 我说事情不就过了吗 过了门九个不就来了吗 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一年要多少收入现在 你别问我兄弟我真不清楚呀 我真不了解知道吧 别老欠着一天天的 沙沙舞了解一下呀 沙沙舞 哈哈哈哈哈哈 少跳沙沙舞 别老去跳这些对身体不好 对吧 我的想法呢就是 好好出个对象挺好的 相比还是二科好看嘛 二科是那种美的类型 清纯美的类型 米儿是属于是那种 让人觉得很 那种怎么说呢 让人 想要人疼的那种那种感觉这样 原老外也是行家呀 没有我们那沙沙舞比较多 知道吧 这块注要成本多少钱 180块钱 可能现在网络美女看多了 现在到处都是美女好吧 一大堆一大堆的美女 我觉得美女太多了现在四道真的 你找点丑女都找不出来了真的 你看那某印上直播的全是美女 我觉得女人嘛不用真的找的太好看了 其实看的过去 是那么一个人 简简单单的 我觉得就可以了真的 换那个抱我呀 其实你没必要说 一定要去找一个特别美的女朋友 或怎样 其实特别美的反而对于你个人来说 你带来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你会觉得你自己一定要有多少的收入 你才能够驾驭她 你会很累你知道吧兄弟 就看你自己怎样去抉择了呀 那也许你觉得那漂亮的女孩才是你的动力 对吧 也许对于某些兄弟来说 你自己本来就比较摆烂的 那我觉得不太适合去追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追到走了之后你会很累很累知道吧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都很累没有光你知道吧 有一些说一啊兄弟们 我就觉得看的过去就行了知道吧 哪个地方美女都就赚钱的值比较多嘛 像早晚我们不能找太帅的 太帅的感觉拉捏不住嘛 对我也觉得八二四兄弟好呀 确实是 就是你看的过去跟你长得也差不多 你那挺贴切的 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能带出去就行了 你不要老是动不动 你非得找个干嘛天仙一样的 你自己嘛照个照个镜子 沙发尿要看看对吧 你长啥样啊 你就即使你长得 就是即使你老有钱了 你死妈有钱 那你长得跟个赖个宝一样 跟你妈欧阳峰一样对不对 你只能要八个相当嘴 那看着不太闹心吗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觉得 按照自己的长相再去定义 对方是啥样 我觉得更好一些 好多人老是就是我一定要找漂亮的 一定找漂亮的 你找那漂亮的你也驾驭不住呀 对不对 那别人也不一定喜欢你啊 女孩她喜欢你她希望你有钱 这是第一 但是她也更希望你长得帅一点点 三观镇子了吧 有钱确实不差妹子 因为很多妹子因为金钱而去出卖自己的所有的东西 很多女孩能接受 有钱是不缺漂亮的妹子呀 但是她没有真正的感情啊 兄弟 她不是真正的感情 没有爱的你知道吧 那可能你跟她买的豪车也好 买的别墅也好 她要的包也都买了 到那时候所有的物质需求她都达到了 她都拥有过了 然后她就会去渴求于精神享受了 人最终还是会想要精神享受更多一些 有少部分人群可能觉得有钱就行了吧 就觉得有吃有喝就行了吧 也看你长啥样啊 你当保安你那有个的前途啊 我是妹子我都不愿意给你出对象 你那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对不对 欢迎YS兄弟 YS你吃完了吗 你我也吃汗你当保安 你才二十多岁你干这工作了 你早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我这个妹子我都不嫁给你真的 你那一眼就望到头了 你好好年纪精英得努力啊 你不努力当个保安 这儿合着你梦想就当个保安队长 那不行知道吧 长相也值钱好吧 你刚才长得帅的蓝的不一样值钱吗 是不是 早吃完了吗 12 YS呀你能去冲个飞机吗 能帮我设个飞机不今天 我正想过个四行 差的不多 搁点你们韭菜 二十来岁就完成了人家五十来岁的路吗 我也觉得 那要看看哪里的保安队长了呀 你现在三千二一个月的吗 你太少了吧兄弟你这个 那真不行哥们 换个工作真的 你至少一月五六千六七千的吗 对不对 你那妈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直接就当保安去了 哈哈哈 他那就属于躺平的生活真的 他说我每天就巡逻 我这看看那看看 没啥事 没啥事情做我就看看你直播 知道吧 我不是跟看不起干的就没关系 那个职业是OK的首先 但是他这个年龄段去做这个工作 他就是错误的 你二十来岁跑去做保安 你说你这一位子那你有啥呢 做的猪体兄弟 鸿闷猪体 你太年轻了 生活还是有一些冲动 得有一些梦想你知道吧 还有得努力一点点知道吧 但是当保安呢 在高档小区里呢 容易遇到富婆是真的 真的 对趁年轻可以打拼一把 出去多看看 当保安 我觉得有点埋没自己的人生吧 你相当于每天在一个小区里在那等 等那么一个伯乐 哪有那么多伯乐呀 是不是 你的文化文生规划就是上午转两圈 下午两圈 然后传达密子刷具喝茶 少的不干你好 就把人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啥东西呢 能学到啥呢 比如呢 身体不错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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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本来还不是进场打螺丝 运气 还能找个对象吗 现在直播间 几个爹都没在吗 几个爹都不知道跑那去了 今天 今天八二四帮马三星过了 完了 那个飞蛮 完了那个 大家都在帮我吃呗 这样 悠悠今天打麻将了没 悠悠进来 看不见你 你这是打牌了没有 悠悠 这几个爹都没在 所以今天任务过得比较艰巨 还好你给我送了一个火箭呢 你没送那个火箭 我估计今儿个四星又得窜息 今天四星又过不了 我估计悠悠的打麻将回了 这是多少点了吗 两点多了对吧 悠悠你是不是打麻将刚回来啊 我不知道你多久来的直播间 虎哥二三你好 还差四百余次 四个飞机 你们有的给帮帮带吃点 过个四星就行了 五星那我也不想 好吧 不要老去羡慕的炒面哥 老羡慕炒面哥干嘛呀 对不对 你这么去想啊 如果你一个人自身没有任何的能力 你如果跟个富婆走一块了 你就处于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两个人生活中也许发生了很小的一个矛盾 那人家就会去说你 那人家就会去说我你 你那么吃我的 喝我的 用我的 你那么内裤都是我买的 你那抽烟都是我买的 你用的厕纸都是我买的 你觉得那种 他要跟你说了 你觉得对你心里的打击得多大呀 对不对 所以个人觉得 找富婆不一定像你们所为的那么好 真的没那么好 有还有吗 炒个给你自个飞机啊 还有还有半小半瓶 我可以给你炫了 欢迎CHR兄弟好 那我也愿意 我拉拉的钱做我喜欢的事情吧 你累的吗 心里承受压力大的吗 兄弟 我都有很多富婆找我真的 那吃半个飞机啊 吃半个飞机 你别又吃一个枕的吧 吃半个飞机 我们聊天吹牛逼的嘛 对不对 真是比较难 需要你帮着忙 就像我跟你讲的 成都有个小姐姐 叫我去给她开车 她问我 她说你喜欢啥车呀 我说那奥迪A7挺好看的 一个星期 她就把她的奔驰给卖了 她就买了一辆A7 然后发视频给我 有一说一啊 还没多大年纪知道吧 只比我大一岁多 真的 谢YS兄弟 而且长得也挺漂亮的 她也经常问我在哪直播 我也从来没跟她说我在哪直播 因为说了她肯定要过来刷礼 刷礼物呀干嘛的这样 我都没说过 我觉得不太好真的 就是个人感觉不对吧 就包括直播上也遇到过她们两个富婆 有两个直播的 直播间的 还有一个是北京 那一个公司做采购的这样 北京几套房子 老有钱了 以前那位经常给我送礼物 有一天她来成都了 她说你陪我吃个饭呗这样 她来成都了真的 来了之后她说你陪我吃个麻辣烫 知道吧 我考虑了好久 考虑了二十分钟 我愣是没敢去 你知道吧 然后算了 从那之后她就一分钱 礼物都没给我刷过了 也没再看过我直播了 五十多岁吧 五十一二岁 真的 当时她微博关注我来着 她老王你找到我是谁了吗 我说看到了看到了 她给我发私信你知道吧 我看到妈 她是那个阿姨的吗 我跳 我那时候才二十五六岁 你知道吧 可能五十一二岁 你知道吧 真的 我爱吃 来 但是我 我考虑了好久我真没敢去知道吧 我怂了有一所以 真的怂了 谢谢我爱吃的飞机啊兄弟 我爱吃喜欢那种 就是自己喜欢的知道吧 就是不喜欢的我觉得我接受不了真的 真的跟她把钱没关系 我接受不了 真接受不了 我觉得我自己挣钱我想花就花 我想买啥买啥 没人敢说我 没人敢约束我 多好呀 对不对 我这么万一想点个外卖吃 我点外卖吃 是不是 你记得我以前不喝酒吗 最近没事情干 然后有时候做点菜想喝一溜溜子的吧 以前不喝酒的叫叫 不喝酒 聊天好玩一些 不喝酒聊天没那么好玩 我觉得 还愿意啊 我说的是她确实保养挺好的知道吧 但是她微博上就写了自己的年龄啊 欠一瓣明儿笔补上哈 好明儿补上 明儿玩酒哥来陪你喝 嗯 酒哥喝白酒 好吧 明儿来陪你喝白的 儿子你为啥不去呀 你在最猛的年纪遇见最有钱的她 那你咋不去呢 白马会 之前有个女的去点一个鸭子 给那鸭子买了28年的生日礼物 因为以前那鸭子没遇到那妇婆 那妇婆把她来 把她28年的生日礼物全补上了 28万的现金 加一辆奥迪也一试 然后还有28年的每年的一个礼物 还买了手表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过了没几天 那妇婆的老公就来了 把那哥们腿都打断了 真的 多扯呀 我告诉你女生对男生上头的时候 她也非常的上头 你知道吧 相当上头兄弟 就像你们对女主播上头了一样 你知道吧 刮刮刮刮刺 你永远不会在意别的什么这个那个玩意 你就是刷一通刷 你知道吧 也不是说我怕挨揍好吧 女孩上头比男的上头厉害 真的嘎嘎上头 我骗你们啊 你们可能没遇到过 等你遇到了 你会发现真的女孩上头的时候真的很恐怖 兄弟 你看那男主播某音上的对不对 长得稍微帅点的 多少人刷你 我哐哐刷 我会觉得你真恶心啊 我会觉得真那么恶心 你赶紧把你飞机支了 支了我就只差两飞机了 好吧 支了我就差不多能过四星了 还差三飞机 还差三飞机 不多 我觉得爱这个世界里啊 就是真的喜欢我也不论他有钱没钱 我倒反而希望女生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因为她的眼睛看到的没那么多知道吧 她看到的少 而她要求就没那么高 她眼睛看到的多了 她要求太多了 你知道吧 那啥都想要的时候我告诉你 你会觉得你压力特别大兄弟 外面诱惑太大了 真的是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希望说 喜欢的女孩我不希望她有啥 我不希望她家里有钱 我希望她就是一个普通人 很普通的一个家庭 特别普通的家庭 而我挣的钱刚好够她生活 也能够满足她的日常所需 那你们俩会过得很幸福很开心 你知道吧 而你在家里说话呢 也比较有分量 她也会听你的 眼睛见过多的姑娘我告诉你 她不一定会听你的 所有东西应该听她的 你知道吧 她说啥对就啥对 她说啥错就啥错 这种活着很累的兄弟 特别累你知道吧 真心累啊 我这主体 我没有大男子主义啊 说实话 真没有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 我能够给到她更多的 她想要的美好 这跟大男主义没关系啊 大男主义是所有东西都听我的吗 我不是 我觉得可以商量的来 至少说她会站在 她可以给你讲道理 你知道吧 就是她会理解人 会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一些东西 而不是说她妈所有东西都是听她的 她说啥就啥 那太累了 你知道吧 她说在对的就是对的 明明是错的 她都说是对的 你也必须跟着说是那是对的 那种就很累 你知道吧 刚才讲鬼故事吧 世信都没过 讲个鬼的鬼故事啊 世信过了再说吧 小先生可不在乎你啊 对 小先生可不在乎你 在乎你干啥 在乎你 谁在乎你啊 所以一般男呢 努力工作之后呢 他特别希望的是 自己对象能够告自己一句 哎 你辛苦了 你今天累不累啊 对吧 那男的就挺开心了呀 男的要求又不多 百分之九 我说的男的吧 可能都是希望说 我回家了 你能够问候我一句 对吧 哎 你辛苦了今天 累不累啊 对吧 就这么一句关心的 男的就觉得他妈的死了 都够了 你知道吧 那男的就觉得 妈的老子 框框都是劲 浑身都是劲 我他妈挣钱给你买啥 你想要啥我给你买啥 我他妈挣一百 我给你花个九十都可以 知道吧 明白了吗 今天吃了几个小龙虾 不敢多吃 怕鸡身虫 多煮一会就可以了 多煮一会就可以了 就是男的不需要啥太多呀 你知道男的最开心什么时候吗 最开心的时候是 自己的家庭美满的时候 而自己每个月挣完钱了 工资以上交给媳妇 给家庭安排好了 自己挣个几百块钱 能够买上那么一包烟 静静的坐在那点上那么一口 那男的那时候是最开心的 那男的那时候是满眼的开心 世界上其实渣男不读 只是他申请过被渣了 被绿了 他才变成渣男的 那孩子那出生的 大家都是一张白子 你给他画啥他就是啥 你不画他就啥也没有 对不对 人出生都是善良的 都是因为经历过事情之后 他才变得不善良 才变得冷血 才变成那种人的 男最开心不是最后一下的时候吗 啥玩一天 聊的啥 你聊哪去了呀 从政的幸福吗 那谁知道呢 也可以幸福 也可以不幸福 看你欲望呗 对吧 渣男是三观走极端的那种吧 他是因为经历过了事情 他才变成那样的 不经历事情 他也不是那样啊 他曾经也有那么一个深爱之一的 深爱的人啊 那谁没有个深爱的人呢 我不信你们呀 初恋你们处了就把别人甩了 那我不信 一定是因为一些事情呗 你觉得你和市长没个幸福呀 我觉得我也不算幸福 但是我也不愿意当市长 真的 渣男绝对是自私的呀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自私 出生环境也好 家庭也好 导致这帮人自私的 生下来没有人是自私的 安福生 有的比较缺心眼是女的 你知道多缺心眼吧 当那个男的在满眼都是他的时候 他把那男的给甩了 甩了之后呢 那朋友圈 突然间又发出了跟别的人的 暧昧的照片 让那个男的看到 看到了之后 再把那个男的给拉黑 哈哈哈 对不对 我一个小学文化 你让我当市长去 我那些3加2-5等于多少都不知道 你让我给你当市长去 我觉得我那混碗饭吃都不错了 我还当市长 杀人作性吗 那也杀人作性 你们市长读书也不好吧 你管那都说好不好呢 人家当市长了对不对 你老是研究这个呢 哥们 别研究这个好吗 我们能不能斗点脑子 一点点 能为啥想这样玩呢 兄弟 这还算恶心呢 恶心的是跟你一起的时候 发的朋友圈 只有你可见吗 发的朋友圈只有你可见 哈哈哈 别说从不从这样 容易被疯了 对别了这个 欢迎可爱大叔你好 闷乱了兄弟 别瞎了 还差三个飞机 你们有的可以再帮忙顶点吧 帮帮把事情过了呗 三个飞机也不多 有的可以再帮帮支持一些吗 帮帮把事情过一下呗 啊 谢谢你们 把事情过了 今儿个任务就完成了 我就可以陪你们吹一宿了 就不用去担心礼物不礼物了 真的 我们村 不是我们村 是我们表弟 表弟他们村的村长 相当有钱 我去撒饱尿去 哎 我觉得我每天 就喝喝这个酒 我发现好容易上厕所呀 妈的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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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瓶尿急吗 没有尿瓶尿急 你这喷射器啊 这么凶猛吧 哈哈哈 上厕所不都这样吗 对不对 厕所离得比较近对呀 离得比较近 正常的 老板浪费食材赶紧吃呀 我吃不下了 不想吃了 吃不下了真的 隔音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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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音不好 哈哈哈 你肯定没只有抖两下吗 不用抖 甩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网上真的啥都敢说吗 那肯定的呀 网络上面你不认识 我不认识你对吧 随便说随便聊 想聊啥聊啥呗 开心快乐最重要吗 青铜实力王子你好 哪都网上了那要怕啥呢 对不对 谁管你啊 想吹啥吹啥 开心快乐最重要 你可以把你生活中的 所有的属丝都讲出来 因为没有人会认识你 你可以发泄自己想发泄的 所有的东西 真的 但是我不能乱讲 对吧 欢悠悠 我虽然不是一个公众人物 但是我是一个面对着公众的人 走吧 但是网络上确实可以啥都可以讲 你会觉得开心快乐最重要吗 这样 人吗 终究还不就为了个开心 你说你正在落前 不就为了个开心吗 是不是 女孩子疗骚前没有懒得啥次吗 女孩子也疗骚呀 懒得也疗骚呀 正常的呀 这有什么的 都是人嘛 对不对 新出的电影 祝你平衡不就讲的网络暴力吗 这样吗 你看了呀 我都好久没有看过电影了 真的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过电影了 我都不知道电影看的是啥感觉了 说实话 我一年可能就看过一次两次电影吧 以前那个时候看的多一些 我看电影有时候会看哭这样 我那天看了一个城乡六点半 然后剧情写的是 那个男的每天工作忙碌 他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呢 跟自己对象在一块想买辆车 然后呢 后来结婚的时候呢 想要给对方一个家 然后没有买车买了房子 然后慢慢还贷款 然后贷款还的差不多了呢 又想着贷款去买一辆车 然后因为家里又添了儿子女儿 然后车子的梦想又覆灭了 然后他的想法呢就是 先让女儿儿子长大了 以后再去完成这些梦想 然后他请了个代驾司机 他就跟代驾司机讲这个事情 不是代驾 是别人找他代驾 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讲这个事情 结果到家了之后呢 发现这辆车是家里人为他买的 你知道吧 我就看这个短矩 你去妈的看哭了真的 真看哭了 我就觉得有的男人挺不容易的 你知道吧 我爱是你要睡了嘛 这么早 我就觉得这男的为一个家奉献的太多了 知道吧 对就是我突然之间就觉得 想到了自己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 一下子觉得很不舒服 我这样 知道吧 陈强导演挺有才的嘛 欢迎扫总呀 扫总你好久不见了 西瓜遇上勺子 扫总 两三年没见了 现在过得可好呀 好久没见 盛世想念 我现在回来直播了 没事来看看啊 你个B还在呀 扫总呀 好久不见的呢 几年了 盛世想念 还是当初那个我 然后还是这个你 只是我们俩年龄互相都 增加了那么几岁 对吧 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扫总 可能来看我直播 谢谢 这些都老谁有了 老早的谁有了 知道吧 好多年前了 那时候经常支持我 来我直播间跟我刷飞机啊 这些 陪我聊天啊 这些 这些都老大哥了的嘛 我直播间送过礼物的人 我都记得真的 就是好多年前送过礼物的 我都记得 其实他没看斗鱼 他只要来斗鱼的 只要来我直播间 我一定知道他是谁 对吧 手榴弹你好呀 欢迎W 你记得我吗 一二我不记得 你英文字母不好记 有一说一啊 英文字母不好记 有钱要小孩也烦嘛 除非老人给你带嘛 现在要小孩不都是老人带嘛 你差点信了嘛 那你吹什么牛逼啊 大多数我都记得 百分之九十我都记得 老子给你刷过飞机嘛 谢谢你一二 可能你英文字母记得不深 知道吧 黄先生我记得你 英文字母不好记有一说一真的 你们学习吗 字母名字咋记嘛 对不对 你也刷过飞机啊 风哥 他们要的我回归你天天都看 我能不认识你嘛 对不对 收麻了呀 我爱鼓掌斗牛 是记得你 你给我刷过半卡 哪一天收麻了 没收飞机火箭 他妈又收麻了一天天的 九哥你天天都收麻了 收麻了 收麻了 没收你我收麻了 还记得我吗 W记不得 英文字母几乎都不太记得 英文字母几乎都不太记得 但是汉字母大多都记得 你就没给我刷过半卡吗 真的吗 那我估计记错了 以前个十几几的 跟你名字差不多的 然后后者也是外国长给我刷过半卡 都是飞机起步吗 真的吗 真的假的那飞机起步呀 今儿个还能飞机起步吗 啊 快三点了 连大课还上分吧 哎呀不想连PK 真不想连PK 陪你们聊聊天得了 聊聊天你们愿意刷点就刷点 过个事情就得了好吧 就不去连PK了 连PK太累了 不想连 连PK连了人就没了知道 很多人不喜欢看PK 他觉得看PK不好看 你知道吧 有的人喜欢PK 有的人他真不喜欢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每次一连PK 他们就跑了 哐哐的全都消失了 都怕除你直播间 你让我刷飞机刷火箭 对吧 所以说我不爱PK 我真不喜欢PK 你老了就知道了 赔饭比钱重要吗 大概可以上分了吗 大概换了个小孩知道吧 所以PK要钱 大家看着就 大家觉得就很难受知道吧 可能很多人看一眼了 他就跑了这样 你聊天那么开心了 自然就送了知道吧 对 他们会觉得PK了 割韭菜了这样 他就框框就跑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再有钱身边没有真心陪伴的也没用吧 嗯 对 所以说 每一个东西都有他存在的需求嘛 他用小号播的风格 用小号播的 没用大号 刚我跟他连了一局 连了一局被他捶了 知道吧 被他揍了 PK他们跑对面去上分 你知道吧 对方人坏得很 在我这半卡都不抠 一打PK了 对面 匡匡刷 还要不要刷火箭打我一天呢 我不想PK了 不能让自己好不容易 攒下的一抹三分地都送给女主播了 那不行 那不能天天PK 天天PK真不行 披着披着他上头了 我告诉你 对女孩那儿 匡匡刷 我们家好多大哥的是PK送出去的 披着披着他给女孩刷十几万二十万的都有 还有甚至送几百万的 你看那哈利不就是我聊天 聊语音厅 聊着聊着他就跑语音厅去刷礼物去了 给语音厅刷了几百万了你知道吧 真的 他现在都不怎么回来送礼物了呀 给那女孩送了几百万 天天送每天送 每次来我这部件抽奖 抽完奖的就去给人刷 你说那多气嘛 你自己好不容易把大哥培养到三十几四十几了 他在别人这部件刷到七八十几 甚至刷到上百几 对有的人去他就出不来了 他就不回来了你知道吧 他就天天陪伴在那直播间 那就不出来了 所以为啥我要礼物的时候 我不愿意PK 不喜欢PK 我宁愿坐这儿陪你们聊聊天 等你要把握住大哥 把握不住就送大哥 男人嘛爱女人嘛 对不对 你又不是说直播间都是女孩子 那女孩子呢 可能你咋批 他还是在你这儿 但是男孩子他要上头的嘛 他终究可能突然之间 见到一个那妹子 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也想出去多刷点 看看能不能把这妹子拿下 看看能不能跟自己 有一段故事呗 是不是 所以不能这么着 查识音乐你好呀 欢迎识识尽你好 很正常真的很正常 我都送出去很多大哥了 有一说一啊 我从20年的时候 19年吧 包括我们家叔弟 苏弟也是我打PK 他才开始送礼物的 也在沿着去消费了 二三百万了 苏弟在我这儿也刷 但是他不会刷那么多 偶尔高兴的时候呢 我支持你一下 这样 他也不会说 我天天一定要支持你 他就喜欢看点女孩 这不我还没播的前两个月吗 两个月给云听刷了快三十万 我说大哥你刷那有啥意义呢 他刷了能够视频 我说视频干嘛 他说视频的对方给我展示 他就看这些知道吧 他觉得有意思 他觉得这就是他的追求 他心里达到了满足 你知道吧 这咋说呢 所以有时候不要老去打PK 尽量少打PK 就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现在生活够了 或者今天这帮人给你消费了 无论多比少 你觉得够了 可以了 你就别去PK了 你就陪他们好好聊聊天 哄他们睡觉 就行了 知道吧 你老出去宽宽的 把他们送给别的女主播 女主播一个比一个能舔 你知道吧 宽宽能舔 想让别人有凶 你又没凶 对不对 你能玩得过他呀 马小车你好 闪电歌来了 闪电歌好 最近怎么样了 闪电歌 闪电歌你老弟 还在给你物色呢 等我给你物色到了 我就给你发照片好吧 闪电歌我帮他出个 帮我帮他找个对象来着 我最近还在一直帮你找 但是还没找到 闪电歌 有一说一啊 找到了 我一定立马给你发照片 发过去好吧 没啥问题 你的事情 你弟弟给你放心上的 你放心吧 真的 我给你放心上的 谢胡先生礼物呀 你这点没睡 是在玩游戏吗 还是干嘛呀 这儿都半夜了 在打王子荣耀吗 哦了吗 八二师兄弟好 闪电都好 就没跟我刷飞机了 好像日停就没跟我刷飞机了 是不是 真停就没刷了 我说想起来了 你高低得跟我刷两个飞机 我最近又把你握死了两个 等我谈好了 微信给你推 把线给你搭上 你就等着结婚吧 你就等着当新郎官吧 最近比较穷 他们要的老是被骗吧 你又被骗了 他之前找了个妹子 跟那妹子网恋 你知道吧 跟那妹子网恋 跟那妹子 花了一万两块钱 钱花了 他说那他老王的妹子 要来找我了 过两天 结果找了这么久 那妹子把人失踪了 都跟你说了 那玩意儿不能信 不能信 不能信 你老不相信一天天的 你等我给你找他 大事实的好吧 睡了睡了 玩意儿也下波了 别老看玩又下波了 一天天的 哪里一万两千多 两千多呀 哈利波少的 不要网恋 网恋不靠谱 你等我给你找 找的是靠谱的 你那玩不靠谱 知道吧 他老王等我 出道妹子了 我给你 我给你封个 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的红包 这样 我说行 没毛病这样 是吧 我既知道你好 他还跟这妹子 寄腊肉呢 过年期间 他老王 你那有腊肉吗 我说有 他说你给我 搞什么正宗的 我说好 他说我寄给 他说寄给别人吃 这样 尝尝 他瞄的 关键 他还跟我截图 他零钱通 二十一万 七十老子了呀 还说给你钱花是吧 你在啥脑子一天的 你还是个生意人 你在脑瓜子一天天的 服了你了 得到个灯儿啊 得到一天的 得到个鬼 人都没见到 你知道吧 偷偷告你 有个截图软件生成器 微商专用吧 微商专用 那你就别送礼物了 最近没钱 就别送礼物了 听我聊聊天算了 我这边给你物色 我还遇到好的姑娘呢 我就给你介绍 好吧 就别送礼物了 等你后悔中 你帮我买腊肉 到时候我转钱 给你喜欢吃嘛 不用啊 你想吃的时候 我明天找人 帮你寄就行了 想吃我找人 帮你寄就行了 小问题 看你哪天想吃吧 想吃你跟我说 好吧 我会都帮你寄就行了 三天别送礼物了呀 等你好起来 有钱在那啥 有钱在送 好吧 哥 好好的 你老弟 别的本事没有 认识的姑娘挺多的 到时候我给你那啥 给你介绍好吧 好 现在不吃嘛 那等回头吧 不着急 等你回头 能吃的时候 你跟我说 然后到时候 我帮你寄 好吧 或者我回家的时候 给你寄 寄了之后 你就挂在那 挂在那 等你以后吃都可以 腊肉可以挂很久的 坏不了知道吧 或者放冰箱里 他喵的我自己都还没吃到 腊肉 居然给他吃 所以三天跟我说 他说老王 你能不能搞到四川的腊肉 我说你要干嘛呀 这样 他说你帮我寄一点过去 这样 我说要多少呀 他说随便寄一些吧 然后 我给他寄了 给那个妹子寄了 好像两斤还是三斤的腊肉 这样 我说收到了没 他打电话也打不通 这样 后来说是收到了这样 然后散电也专门叫我帮他寄来着 我还专门去找人 找人帮他寄了 那种腊腊肉过去 知道吧 结果他喵的 毛都没有 结果两个人都没见面 就没了 你这所谓是废了 真的 太亏了 以后别搞这些败笔的事情了呀 别做这些事情了 不过你也挺有心的 说实话 我觉得呀 就大过年了 还知道 被妹子喜欢吃 给这妹子弄了腊肉过去 让这妹子尝尝咸的 你的故事一天天的 讲得我都想笑 说实话 对妹子好是对的呀 闪电哥 但是呢 你要看是不是那个人 有的人值得你这么去对他 有的人不值得你这么去对他 好吧 你老弟呢 反正就帮你物色 物色好了呢 回头能出对象呢 就给你介绍 好吧 你别老被骗啊 你太善良了 真的 你老被骗 我觉得你 男人不能太善良 知道吧 今晚吃的红焖猪体 红焖猪体 我这吃饱了 在这陪他们聊天的 在这让他们给我送礼物 过任务呢 还差三个飞机啊 兄弟们 有飞机的帮帮吃点呗 帮帮过个三星嘛 兄弟们 就差三个飞机也不多 对吧 陈内有机会 我请你吃饭 有机会来我这 我请你吃饭 陈陈大远总嘛 陈陈大远总 我也觉得 不过还好都小钱不多 长点精力嘛 人生最终的不就是经历嘛 经历才能让自己长大 让你学会更多东西嘛 对不对 回头来我这 我请你吃 三点鸽 来我给你看看 老弟做的 给你瞅瞅 他夹断了这种 全这种 炖烂了 炖啪啪了 知道吧 我吃不下了 真的 吃懵逼了 我已经 吃不动了 我能吃得动 我早给他炫了 真的 我这煮了一锅 吃了差不多 小半锅吧 吃了半锅 吃不下 九哥要么给你留着 等你边那个来了 给你热了 给你吃 明天我们家来个水友 知道吧 三点 从那个 河南那边过来 行啊 行个锤子行 我能给你吃剩菜呢 我操 一口就滑进去了 三点说话 就跟个大男孩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小孩子刚刚长大 说话就是 天真浪漫的感觉 你知道吗 一口就滑进去了 哎呀 你真的是一个天 你真的是一个天真的大男孩 说实话 你真的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大男孩 别老被骗了 我掏你猴子 震惊点 好吧 别老一天被这个忽悠 被那忽悠一天天的 挣点钱不容易 多攒点好吧 攒点钱以后 为了你的另一半嘛 也挺好的好吧 别老一天挣点钱 都那么花在女人身上 花在女人身上可以 那个女人 如果值得你爱的话 我觉得花多少都可以 真的 有一说一 我也是 我挣钱的都给女孩花 我从来不会吝啬 从来不会扣 真的 就是我挣一万人 跟她花九千八 真的 我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花的都是值得的 就是我能看到的 至少那妹子 她是在我这边的 她不至于说是一个互联网的 你知道吧 你网络投屏 谁知道是谁呢 万一对面是个男的呢 还没骗个几千块钱 小王仔你好 没事没事没事 当然经历嘛 我告诉你 人教人 你就这样的吧 我正在租的房子 那三年隔 租的房子 人教人 怎么教都教不会 是教人一遍就会 有一说一 反正我就是对女孩很好 真的 我对另一半特别好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吃的差点都无所谓 我都愿意给她花 因为我觉得钱这个东西 本来就没那么重要 它就是一数字 只要她开心了 我也挺开心的 我也不在意说我钱没了 钱没了我可以再赚 我可以重新来过 对不对 那有啥呢 睡觉吗 好好睡吧 冬早晚 去吧 当然休息 谢谢冬早 打死我都不可能转账了 除非在我面前嘛 八二四 你再去砸两首小画家呗 看看能不能抱一个呀 他那个是机器人 斗鱼的机器人 你再去 今天昨天那个玛雅秘帐没了 改成小画家了 你们可以砸两手 今天垫挺多的还没出 你可以砸个两三手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出一个 能出一个呢 我就是只差一百多余次就过实行了 可以砸两手 如果帮你还有刺的话 没有就算了 小鱼你好 叶叶你在干嘛呢 出来聊天了 欢迎羡慕呀 石头哥你在干嘛呢 要不我带你们打赏PK去 谢谢八二十的原种戏水啊 要不我带你们打赏PK去 打赏PK大家都送点礼物 我们过个四星怎么样 你们觉得OK OK的话我就带你们打赏PK去 不OK的话就算了 看你们吧 赶三天歌的潘多拉摩河呀 走吧 打赏PK去 随机嘛 随一个 我 我 我 吧 你 我 不 我要 我 或者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叫做小跟班 温馨的小跟班 是不是你怎么见的呀 没注意 没注意吗 没什么 我又现在没有什么条件 我在跟班 你摆一句我打不过你 我不跟你打 我不想跟你玩 打不过 我知道了 你就不想跟我玩 我懂了 没有 我觉得我打不过你 不是不想跟你玩 真的 我老想用过 我说的好像我就很有条件 我真的就不 我老板